第48題 每一秒有多少電量由電池流出 而我們在前面的題杆已經告訴過我們 電路中一點有穩定的電流通過 且其大小為0.4安培 我們做這一題我們可以把這邊有通過0.4安培 然後去賽V等於IR求出這邊有多少電壓 然後因為並連電壓會一樣 所以帶到10歐姆再帶一次V等於IR求出這邊會有多少電流 然後這兩個電流匯合變成我們F的電流 也就是通過電池的電流 也就是所謂的總電流 這樣做是可以的 或者我們直接用筆子的方法做V等於IR 因為這兩個是並 因為我們左邊這一塊右邊這一塊是並連 所以電壓會一樣 所以呢電阻會跟電流會成反筆 所以呢我們的電阻會變成兩倍 所以電流會變成二分之一 所以這裡有0.4安培 那這邊就二分之0.2安培 然後兩個匯合起來就會變成0.6安培 然後根據電流公式I等於T分之Q 所以一秒鐘通過一酷冷叫做1安培 所以我這邊有0.6安培 表示一秒鐘就要通過的是0.6酷冷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 我們第48題呢我們答案要選的是B 48題問我們說每一秒有多少電量由電池流珠 我們答案選擇是B0.6酷冷